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繁重的工作之中 礼拜天是难得的时间 有些人可以走出工厂或是家中 出去透透气见见朋友 然而他们却不知道 在今年的六月中旬 台湾的移民署开发出了一款叫做 晶片防伪居留症查验的APP 但这个APP不只是一般的APP 更是一个可怕的武器 于是原本轻松的礼拜天 变得不一样了 这天移工麦可戴着愉快的心情 迎接难得的休假 他准备到中山北路的教堂去做弥撒 他一如往常的走在路上 但突然间 他面前的一名台湾人 无缘无辜把他拦了下来 这名来历不明的路人 随即从口袋中拿出了他的 哦 原来只是一把手 一只手机啊 等一下 麦可定睛一看 发现那不是一只手机 而是一把枪 路人冷笑了一声 扣下手中的板机 麦可的居留症莫名其妙的被路人扫描 觉得浑身不自在 却又不知道如何反抗 而路人的这一枪 让麦可身上流出了血 射死了台湾引以为傲的人权 麦可完全无法理解 为什么没有公权力的路人可以直接对他做身份检查 但他仍然带着身上受了伤 继续往前走 不料前锋又出现另一名路人 把麦可拦了下来 路人快速的拿出手机 又对麦可射了一枪 麦可的居留症又再次被莫名其妙的路人扫描 这一枪射在麦可身上落实了移民署这个歧视性的政策 此时的麦可身上已经浑身是伤 只想找个不会再被攻击的地方好好休息 殊不知前方又走了一个路人高举他的手机 秒只能麦可 扣下板机 完全不知道这些路人为什么能这么做的麦可 连续挨了三枪 此时已经倒在地上 而他所流的血 更是代表着移民署对于两公约的践踏 麦可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移民署不知道花了多少钱开发这个APP 再告诉台湾人 这些外国人不值得信任 都可能是非法拘留的人 移民署歧视外籍人士 尤其是针对外劳 居然还把这样的歧视变成一项政策 甚至把我们一般大众当作他的爪牙 赋予人民这个武器 去查验外籍人士的身份 把所有人都变成老大哥 监控这些为了台湾付出青春跟血汗的功能